各位好 我是瓦雄哥 我剛剛被FTK了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興奮 什麼叫FTK呢 就是先攻一回殺 也就是說你沒有出任何牌 你就被對方幹爆就結束了 那通常這種FTK都是會發生在 燒血流 或者是讓你抽乾 這一種這個叫做FTK 那我們就來看 他使用的是銀河眼時空龍的牌 要怎麼做FTK呢 首先發動目的求和的效果 從這個特招 然後調新直接 三張等級8的做一個R8超亮 跳的是我們的巨人歌 那通常FTK的牌的特色就是 一定要湊齊關鍵卡 那關鍵卡通常都會有 要聚在一起大概都要4張到5張 然後就會放了一大堆 跟抽率相關的牌 反正就是重點要是把這個牌湊齊 你就贏了 這樣 首先 再抽 五支煉獄 再抽 核球來扣我400 那一樣 暗之誘惑抽2丟1 他牌只剩下9張了 然後上怪交易 抽2 8等級8的捨棄之後 抽2 然後再發動5支煉獄 好 一樣抽2 好 那下星雲龍 來利用星雲龍的效果 直接特招等級8的 再特招 這個球盒 然後直接疊一個R8超亮 好 跳的是我們的銀河眼時空龍 No.107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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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發動時空龍之沛 然後把一張牌 返回到手牌 或者是額外牌組 那 從牌組外 將一張巴利安之利 把他這個 加入手牌 升階魔法 剛才兩隻 然後直接升階 直接超亮召喚 升階超亮召喚 我們的銀河眼 超銀河眼時空龍 好 然後關鍵來了 然後發動這個 反目隨從 就是這副牌的 關鍵卡 裝備怪獸的控制權 轉移時 給予裝備怪獸控制者 相當於裝備怪獸 原本攻擊力一半的數值 那這一張超銀河眼時空龍 攻擊力有4500 那一半的話 就是2250 所以你只要有兩張 我就掰了 好 再發一張反目隨從 這時候 再發動 紫顏之間諜 選擇一張表測 表示於我方場上的怪獸來發動 在死回合結束結束之前 將指定卡牌的控制權轉移給對方 所以控制權轉移 幹 直接扣兩張 啪啪 2250 啪 下去 FTK 先攻一回殺 什麼事都沒做 就掰了 FTK 我不知道各位這牌有沒有遇到過 那因為我在打這個K7貝 18階 目前在18階 那就第一次遇到這個牌 所以有一點興奮 想放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如果有被燒過的人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我要來去吃拉麵了 好